大家好,我杨风,今天12月26日 每年岁末年初的时候 我们会针对来年大国格局的趋势 做一番推演和判断 并且也针对本年的说法做一番验证 昨天的内容 美芯片业大裁员 这不仅仅是寒冬 这是第一个单元 今天是第二个单元 昨天那期内容我们说 美国两届总统任期 所实施的几个对付中国的措施 是违反经济规律的 并且拜登还想要在他的任期内 逆反经济景气的循环 1981到1988年 里根担任美国总统 那时候兴起了新保守主义 这是有别于传统上 共和党的保守主义 其政治主张是 主张自由贸易 政府不干预市场经济 与自由竞争 推行减税 削减社会福利 反对积极的平权措施 小政府主义等 新保守主义 被美国共和党总统一直奉行着 即便是1992到2000年期间 由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 担任美国总统 新保守主义对其政策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克林顿并没有像传统的民主党总统 实施大政府 推行自治预算 1997年 克林顿签署平衡预算法 要达成政府预算平衡 1998年 他还提出了美国30年来 第一个出现盈余的1999财政年度预算报告 是以美国新保守主义 一直推行到2010年 不过 克林顿的做法 被同为民主党的后任者 欧巴马与拜登完全推翻 拜登去年已上任 立即推出1.9万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方案 以至于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美国之所以会面临40年来 紧见的高通货膨胀 都是因为 拜登这1.9万亿美元所致 我们昨天说 这是拜登的一大败笔 其实 新保守主义 不过是一个路线 是政治上的主张 拜登不继续奉行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 美国这两任总统的政治 经济与财政路线太过特殊 我们称之为 逆练九阴真金 第一 破坏了美联储的独立性 因而导致一系列的政策错误 特朗普于2017年上任 他不断地求好 想要在美国股市与经济增长方面 力求表现 借以彰显他独到的能力 比前面几位总统的施政都要好 于是他开始批评美联储主席 要求美联储不能够继续升息 反而应该要降息 借以持续拉抬美国的经济增长 拉抬美国股市 过去 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一直保有相当的独立性 但是遇到了特朗普 什么独立性 什么经济学理论都没用了 果然 美联储于2019年开始下调联邦利率 特朗普打开了这个二门之后 美联储的独立性几乎荡然无存 以至于拜登上任之后 也紧紧抓着美联储 不断地开支票 联邦财政赤字 继续大幅度地快速增加 美联储失去独立性 没有严格把关 使得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 更是进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 那是一发不可收拾 两年之内 印发了五六万亿美元 美国国债也急速飙升 到今天 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 第二 由于美联储失去独立性 对起始于去年的通货膨胀 美联储的判断是彻底地看走了眼 2021年3月5日 我们有一起的内容 中美通膨大战 这是中美博弈的新战场 这起内容推出的时候 只有美国一月份的通膨数据 CPI不到2% 但是我们提出的说法 围绕在通货膨胀的各种经济 政治与军事的较量 将会是中美两国博弈 在2020与2021年的主轴路线之一 直到该年5月 美国4月份的CPI数据 攀升到同比上涨4.2% 正式揭开了美国通货膨胀的问题 不过被政策挂帅影响 失去独立性的美联储 坚定拒绝通货膨胀来了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坚称 美国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 鲍威尔的前一任主席 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声称 通膨是暂时的现象 两任美联储主席都这么说 这可是权威意见 既然两人都如此说 那肯定是没有通膨了 很不幸的 接下来的发展并非如此 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看到美联储与财政部长 都在努力地想要扫除 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 其中包括了想要改善供应链的问题 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等 但是美联储就是没有想要停下量化宽松的政策 也没有想要调高利率 可以想见 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直到去年10月下旬 鲍威尔才打消了通货膨胀是暂时的说法 鲍威尔与耶伦都是美国财经界 颇富名望 学有专精的人士 怎么可能会看不出 美国的通货膨胀火苗已经上来了呢 这就是政治挂帅的结果 让两人冲昏了头 有关这一点 鲍威尔与耶伦 错把工艺链问题 看成只是疫情的问题 只是码头拥舍运输工人的问题 却截然没有想到 或是不肯说实话 美国与中国贸易战 制裁中国的结果 导致了全球供应链被破坏 而美国印钞 无限制的进行量化宽松 更是推升了通货膨胀 这不是视而不见 而是掩耳盗铃 第三 美国扯断了全球化 全球产业链分工 刚刚提到的美国新保守主义 美国在推行新保守主义的期间 大力推行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分工 美国的学者与政治人物向外界宣扬 全球化的好处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 取代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就是美国推行全球化之后的开花结果 举个例子 台湾的经济发展于1980与1990年代取得相当的成果 多年来 台湾一直奉行美国所指引的经济发展路线 当时有位美国学者说 台湾的经济发展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话锋一转 这位学者接着说 台湾如果更加开放 那会更好 什么叫做更加开放呢 当然是更多的降低关税 让金融市场更加开放 那时候台湾想要加入WTO 降低关税是必然的 另一个含义是 台湾必须打开金融市场 让全球国家都降低关税与开放金融市场 就是美国推行全球化的主要目的 不过大家也知道 金融开放的结果出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之后大陆与台湾先后加入WTO 只不过事情出现了变化 完全出乎美国意料之外 真正的高手 就是在你的游戏规则中 胜过你 打败你 2001年11月 中国大陆正式加入WTO 当时中国的谈判代表龙永图 还被国人骂 骂他在谈判中出卖了国家利益 可是 大陆在加入WTO后的头三年 每年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20% 中国经济也在高速增长 2008年 美国爆出金融危机 这是一场被称为金融海啸的危机 到了2009年 美国还得要寻求中国的帮助 以度过金融危机的难关 这才不过短短八年的时间 美国到了这时候才惊觉 中国崛起了 还记得2000年的时候 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八倍 到了去年 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7% 为了对付中国 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 美国祭出了关税贸易战 芯片封锁 实体清单等 又要与中国经济脱钩 2018年 特朗普还曾经放出风声 美国要退出WTO 美国真的会退出WTO吗 2018年8月 我曾经参加某个频道的讨论 当时最热门的话题是中美贸易战 那时候主持人问我 美国会不会退出WTO 我那时候回答说 北京不会在意美国是否退出WTO 如果美国真的要退出 对中国不是更有利吗 以中国大陆的经济体量 中国立马是WTO中最大的经济体 那不就变成了 是中国在主导WTO吗 那段视频播出之后 我那番话被观众猛K 那是一个比较反中的频道 一些观众说 那位瘦瘦的最讨厌了 我当时比现在瘦一些 头发也没那么白 我当时的意思是 美国如果想要逆反经济规律 退出WTO so be it 就请吧 那正合北京之意 不要忘了 拜登几乎是全然承袭 特朗普的做法 然后再起基础上再加码 拜登上岸后 积极进行两个措施 刚刚说的三点 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 也因此破坏了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最后是导致美联储错估通货膨胀的严重性 而美国想要遏制中国 竟然要搞去全球化 亲手把全球化给砸了 拜登持续推行这三项逆反政策 然后再加码 第一 联合盟国 第二 另起炉灶 搞自己的供应链 拜登要联合盟国的力量 一起对付中国 这不打紧 美国的盟国就是多 这是美国的长处 然而 美国却出卖了朋友的利益 这个说法可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的 马克龙说 美国把四倍于国内的天然气价格 卖给欧盟国家 这可不是有谊 美国又利用俄战争与加息 施展悉心大法 进行美元收割 最倒霉的还是盟友 问题是 美国高价卖天然气 与进行美元收割同时进行 盟友受伤严重啊 当然 拜登对盟友所做的 还不只是这两项 还包括了成立AUKUS联盟 抢了法国销售给澳大利亚的潜艇订单 加上 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 疑云重重 这些都逆反了 身为盟友的诚信与道义 拜登嫌这些还不够多 还要搞芯片联盟 又通过削减通胀法案 大力补贴在美国的电动汽车产业 将盟国排除 美国两任总统的逆反经济规律 逆反盟友的措施 到了拜登手里达到顶峰 这样的结果能够让美国成功吗 按照金庸小说 射雕英雄传的说法 逆练九阴真经的欧阳风 也是另辟蹊径 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顶峰 然而到了神雕侠侣 开场的时候 逆练九阴真经的欧阳风 与循序学习九阴真经的郭靖队长 终究携不胜正 习武年数不如欧阳风的郭靖 和欧阳风打成了平手 尽管现在的美国 看起来春风得意 又是大量吸金 又是台积电与三星到美国设厂 正是异性风发的时候 但也埋下了恶果 可能有人会说 美国在过去也打过贸易战 也多次制裁一些国家 美国都没事 也没有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国力 不过美国这次要对付的是中国 这与过去不同 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了 再加上 中国大陆在政治与军事上 是独立自主的 那就远非其他国家可以比拟 过去 美国的最大贸易对手是日本 但日本的经济体量不如中国 日本在国际政策上 也并非是独立自主 更何况 日本还得要仰赖美国的安全保护 美方历练九阴增进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这关系到来年美国的经济表现 在对中国制裁方面 会有两点影响 第一 美国将失去中国的市场 就以芯片制裁而论 今年前十一个月 中国大陆的芯片进口数量减少了八百亿颗 今年是如此 明年更会是如此 中国的芯片进口量减少 将不仅仅是在成熟工艺的芯片制造方面 还会包括各种的逻辑芯片 举凡FPGA CPU GPU DSP 以及专用集成电路芯片 ASIC 存储芯片等 对中国芯片产业来说 这是一个超级利多的市场 只要美国不卖 就是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机会 只要美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期 禁止卖给中国 就是中国芯片产业的机会 这不是利多是什么呢 美国失去中国的市场 不会只有在芯片上 凡是美国领先的科技产品 中国大陆会因为担心 在未来某一天被美国制裁 因而想要自力更生 自己开发 自己生产 这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美国的科技产品 只会失去更多的中国市场 第二 美国也将同时刺激美国的盟友 针对某些产业进行独立开发与生产 芯片是一个 而纯电动汽车会让盟友追求另一个开放的市场 美国 欧洲与日本本来就有许多产业是处于竞争的 由于各国争相开发某些产品 也会因为美国对自己的企业进行保护与补贴 因而也采取补贴与保护 这就让整体的市场变小了 在整体市场变小的情况下 由于中国大陆采取持续开放的政策 中国市场将弥足珍贵 准准利率来到了4.25%到4.5%之间 落在我们之前的预测范围 美联储现在就是赌 看看这一次加息之后 通货膨胀会不会继续降下来 所以美联储将会放慢加息的脚步 不过全球能源价格有所舒缓 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所加征的关税 至今还没有取消 美国也仍然想着与中国经济脱钩 实体清单还在继续拉长 全球芯片供应链已经被打破了 凡此种种都会造成美国物价的压力 另一个不利的因素是 从2021年到今年 美国的薪资水平往上拉升 这对美国整体产业的成本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有压力 总之物价都上涨了 就算通膨降低也回不来了 预期一些美国分析师所期待的 明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以下 很难出现 明年美国的通货膨胀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但是否能够下降到4.5%的联邦利率以下 这才是美联储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通膨无法降低到2%以内 美联储就难以再印钞票 或是说当明年经济衰退来临 会帮助美联储降低通膨 有人说今年人民币错过了上涨的机会 如果北京能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 大跌的时候 让人民币上升5%到10% 就可以迫使美国的通货膨胀 继续上涨 可惜北京并没有这样做 这是网友提问 有关其他频道的说法 我的看法是 这是可操作性的问题 有时候你知道这个办法 但并不表示可以操作 我们计算一下 如果人民币从年初的6.35上升5% 那就来到了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 如果上升10% 那就升值到5.7到5.8人民币兑换1美元 这么高的汇率 未必是北京能够承受的 更何况 当竞争对手国货币贬值了10%到20% 而人民币反向升值5%到10% 等于是相对升值20% 这不具备可操作性 中国商品虽然有很强的全球价格竞争力 但无法在短时期之内 承担这么高 又这么快速的货币升值 人民币要升值 也只能够慢慢的升值 也不会相对于其他货币 不到一年内升值20%以上 至于供应链的问题 芯片产业链等的问题 我们之前分析过 就不再重复 我们做一个结论 美方辛辛苦苦花费多年推行 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经贸体系 却为了要对付中国 因而逐个脱离 甚至于想要打破 2018年 特朗普放出风声 要退出WTO 重启炉燥 这是难以办到的 美国将线路仍然在 WTO的体系中 却不遵守的窘境 想要他国增加购买 美国的产品与服务 却限制其他国家的商品与服务 进入美国 拜登后来加码了措施 想要联合盟国的力量 却又把盟国推入经济困顿 面临能源危机的困境 这种做法不可能长久 违反经济规律 逆练九阴增进的做法 最终只会让美方失去朋友 自我孤立 失去贸易合作的机会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阳风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